嗨大家好 今天我还是和一如一网一样分享三样东西 为了方便我也是放两个字 检讨走势户口 这检讨方面是会给你们看怎样去验证自己的那种 就是那种过往那种判断啊 就是你看到我时候你就放 把它放在放去的名字验证一下 只是纯粹学习方面罢了 在我这边我们会讲的就是Gtronic 因为也是探讨自己所讲的东西 好像我在5月4号下午的15点49分的时候有讲过 这个是公开的 那边讲着Gtronic会否重演好像朱镇的大典 那朱镇那边如果我们看他图那边那周图是 他在这边的时候在前面那边已经有一些 即向就是跟你讲泰国局势不稳定 然后他业绩出来的时候他就真的这样插水过那时还有这里是5块多 因为有股息的问题所以这个图已经是调整了比较美一点了 有股息关系所以那些他的股变成4块多实际上也是5块多之前 在这里这样连跌三个星期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你看看爆量那种量是蛮多一下 跌了之后然后横摆就是有这里第1波反弹的时候 然后第2波这里第3波之后 这第3波还没有逃走的话就移路下去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还有下跌三波三波现在到目前为止 要看一下的那个 走势是怎样我们才可以知道就是看他业绩方面有没有前景有没有改善了 那谁才知道的东西 同样的我们去到Gtronic那边是 OKGtronic那边 蛮多人去接到这个是 还没有最新的 它是开始大跌 OK 然后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反弹 因为在底部那边在上升 它会不会再跌到 最低的我就 有待检查一下 毕竟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我应该是拿掉了 OK 从高点 到 低点 已经下跌了 52.8 OK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下 再往前来看 往前来看 现在这个 排出还还会在向下跌 因为这里这样 这样大量的这样上来就是 你看下的那个 那个量是 是顺着这样下了 所以这里 下跌 除非突然间在出现大量的一个量的时候 那么或许还要有反弹一下 你看这个量 这里的这个 羊拿筹 这个羊拿筹 基本上你看下 也是短暂的 然后过不久就 走了 这里是最低点 然后跟着这五天来讲 OK他就形成了这里开 啊 这算是 不大好看的走图了 不过还还是十字星啊 OK 在这边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好 然后我们这里是 从这边我们看到他的走势 是很明显 还是在向下着的 短期里面要做他的 反弹的话就真的是 很短期的操作 所以短期的操作 我们就要看他的那个五分钟 15分钟 还有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之类的图 好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了这个 那么我们 接下来就看这个 这个就是他的 啊 我们所谓的 他的那个什么 investing.com 那边我们看的 OK 这里好是他有一个 所谓的 啊 五分钟三十分 一个小时 四个小时 这四个额外图 给我们知道 啊 短期的操作 由此目前为止的收啊 收点 3.42那边是 那么3.42 OK 可以讲是在 3月 去年2014年3月31号的那个 支撑点来的 OK 刚好在这支撑点 那我们就 拭目以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 这里我要zoom in一点 看五分钟那边 啊 五分钟都 蠻 confuse一下的 毕竟他这样上 这样下 然后看三四分钟 三四分钟也是没有什么波动了 能没有什么波动的话就啊 蛮难赚钱一下了啦 一个小时的更加不用看 真的吃了在5月3号的时候还有一点波动之外应该是没有什么波动了 四个小时的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短期目前为止 不大是一个进场的司机 我们看着你三个 那么在这边啊我看了我们看了这个之后是啊 还有的就是可以看的一样东西就是哦 我当着股下跌的时候是 大户还可以赚钱所以这支股 不大鼓励这么快进去的原因是因为 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你可以记下这个链接这个链接的话最快的方法你就是用跌链掉排下来或者是写下来 这个链接基本上 呃就是讲啊在大马交易所那边所批准的那个 可以卖空的就是 short styling的 也就是 增加跌下跌的时候还可以赚钱的 当中 好像 AHA这种 上下都可以赚钱 现在在大户方面他们也是有个富力了 啊也就是当 啊同意 啊那个怎么他们那些大股东的时候要啊 要私下配股的时候啊 那个股会下跌的原因 大概也就知道两边赚了可以讲是 卖空也赚 那票一定是他最简单的当然是要跟跟某人借的吗 要跟某人借票那个人也是 是冬赚是大机构来像我们这种散户要去考来生的话 然后也是 应该没有什么人了你了 不过还是应该是有相信另外一个平台也是另外一个户口来的 OK 所以卖空那边对马来西亚也是有限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看有多少个股 总共可以卖卖空的是171个 连 住人也是保护在内面 那我们要不要看那个 啊 巨团有没有在里面的话我们就啊 拉下来看 巨团的确是有在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45个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在下跌的时候他也是会有赚钱的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怎样去检检查那个啊 我们的所谓的那个 看下先啊让我 那个他的有没有卖工的 交易量是 首先我们去布萨马来西亚那边看security那边 然后market statistic 按时间耐心等下等待一下 那接下来你看到这个regulator short selling rss 这里OK 这只按这个下去他会 开另外一个pdf号给你看 所以这个是今天啊5月6号的OK 5月6号你们看一下他的有交易的这个这个是总共的价值 没有他哪个价格那边这里就是 比较不啊 啊没有这样明显了连myg也是有 这里是value volume OK 先股啊股价 跟 那个 从从啊总成交价格 成交量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在这里很庆幸的收发 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大户在这里下手 啊不过ah就有ah 基本上不会躲到哪里去 说卖空的cnb还有那个asiatra 别卖到很厉害的 andg 说这种科 他们已经套利了 maybank那边你看一下这里卖空蛮多一下的 不排除他们会有在 几张那个 啊嘛 就是他们的我们的 这些中的指数 感觉到昨天有今天就没啊 啊没有那么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 他他没有什么大下跌 还好在这里是5月4号 这只是给我们了解一下安不安全这样爆料没什么特别的 你看lanta growth在 5月4号的时候啊也就是我们去看一下这边 5月4号 5月4号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是 5月4号OK有 再点波动啊在这边OK 这里 已经是5块钱以下了可以留意留意一下 那么再看下去的话 呃有啊终于看得到了这里 这个基本上是5月3号 这个基本上是5月3号也就是在 5月3号 看一下先OK5月3号 这里 这里 因为我们不大清楚知道这个数据是假 这是已经成交了 还是关单单了我们不大清楚他的意思 这个除非 啊有 相关的那个来生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探讨真正的意思 这个好像我们也是盲人模组大概大概将了解一下这些东西 也是一个推算的意义 OK 看了这个之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有的话 也不要惊讶哦 那些骨灰上下 给我们这样炒 让我们上下 也是有赚钱 也 不 特别因为 这边都是合法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东西要怎样啊 你啊这种方式来操作就 要 当心一点了 看了这个之后是 我 很多人以为我只是 一个极数分析的 讲师之类的事实上我也有研究那个基本面 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跟你讲这个 蛮不错的 如果呢你是用红用 Bank的话是你应该有 那么那个会更加方便你做功课 不过当然你要知道怎样去看 毕竟这联报那边是 我们要看的是这些东西 OK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管理成绩讲的是蛮乐观的 不过 我们看他的成绩方面 啊 就不是很乐观 尤其是在 那个蓝眼 OK 他们讲的话是蛮乐观一下的 这边我看的大概的时候你看这边他的那个 profit 开始 没有在怎么增长 啊 我 那年不学还好 不过在 啊 在 北到还说我们就看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到很明显 tunover 也就是他的 revenue revenue的时候还是曾经到顶的时候就是在2014了 那今年啊去年二啊总是那个三级总共全部是 这里是一天啊千 啊 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三亿多得成啊三三三三亿四千三百六十五 啊五万的那个 5.5的那个 他的 那个 交易额 也就是他的 revenue 最高是2014也就是 我们讲的在这里 这头这四年的时候 ok 这头四年啊 就是这头四年 这头四年 浩文所 讲的这个是 科技时代 的确在这这几年里面发展到蛮快 比如说我们的那些 晶片呢 你看那smartphone那边也是出到秒 平一下 平一下在这边你们看下这几年里面变化很大连科技那些我们连我们要掌握的 资讯也是突然间多了很多 不过你要记得钱赚钱的东西我们需要做蛮多融合一下的 还有那个层次如果层次还没有大的话你也是很难达到赚钱的境界 这里这些东西我们要看了蛮多比如说他的那管理层的动向那边做他所讲的东西 在这些数据里面是没有看得到的 ok 在这边我们看的除了看这个之外是我们还看那个market statistics那边 那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我 今天这边我们看得到了这个是菩萨马来西亚特赛 是我5月6号就是今天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这是forain participants就是外职这是local retail就是我们的散务 然后这里就是local institution institution这里就是本地机构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本地机构是独唱大局 你也要小心一点这些东西也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他们也是另外一个潮的这种事蛮多盲点一下 为着意向那边 没有必要去追踪这些东西可以大概大概了解一下就好了 我们还是要去到那个公司那个大趋势是怎样走的还是走到哪里去 那么我们就大概大概当大趋势那边等下我会在第2个 另外这里我已经已经打印了再看走势方面 ok 在这边我们如果 我们要找的是他的 他的以前的那些公司的东西的话是我们可以打 Gtronic这里我们就 马来西亚话的按下去 好然后我们就等一下 等一下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是3.42的那么我们就看一下他的东西在这边 他的这个EPS上面是 Calculator based on the net profit of the Trailing 12 months 这个是会移动的 也就是 啊最新的那个 4个季度 啊 上个季度了他已经算进去里面了 这样的情况是要如果他的这个PE啊 以目前这个PE来讲的话 我们 啊 除以 这个3.42 那么 3.42 因为这个是哈 那下面那个是Sense 所以我们这里要乘去100变8变去Sense 342除以20.33 10.33 10.33他的他的PE还会在跌啊这里已经16.82他的PE 啊还算是合理目前要看得到 啊然后有一样东西你别忘记了我们最重要的是看着你这里大跌了79的盈利 因为他的那个啊revenue也是跌了蛮多一下 不管是对比上一季度的你看那3月31号这上一季度 然后再啊去对比啊另外一个就是 上一同同一个季度是去年同季啊OK 这个是3月31 2016那我们看一下啊 20153月31号的你看下 他这里是大跌蛮多一下的尤其是 profit before text那边你看下 跌了蛮多这里真的是很厉害也是同季那边对比的话还是跌了79%的 他的那个盈利方面 然后他的那个review也是跌这两千框之下我们要小心你看他他最高峰的是不是 在啊 10月28号 哎啊不是这里正确来讲 financial end是12月31 2014 也就是达到91之后他就一直这样 向下走 在排排 然后在一带那边你看他这边他的业绩是走下波 像这种这样走下波的业绩 我们 啊 除了做操作非常短期那种就是 以技术面为主的话啊 那么那种成啊 那种机会赚钱的机会会 比较快 只是 嗯 风险是蛮高 因为你一做错的话你就一直拿低 5块钱再拿 4块钱再拿3块钱 这样拿下去你啊 cost averaging dollar不是这样用的我们是看到那股 他的 这些revenue跟profit上升但是股价在下跌着 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人可能不 不理智的把跑去 如果是大股东啊 啊丢票的话那么要小心了个口 公司要可能不排除是做假账之类的 那些啊要等候也有很多可能性因为这些 也不能一阶而论他的那种很多很多 当你是哪去到投资世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尤其是 你有参与投啊产业的投资的方面也看到哦 有一些人急于脱手的他们产业是 啊除了烧到手吵架烧到手也是是不能工之外是 而另外一些是 他们是急着要前去他们不要再带这大马对马来西亚很失望 然后愚民那些 他一些事啊也是看 演员呢也是他们看得到你蛮好不错然后他他们 任意 给你然后很低的价 也是有这些东西的还有一些事 师傅啊教导学生只是家长啊 啊转名给自己的儿子啊给他们学习啊 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会发生 大概股市方面也是和很多东西比如说 业绩全部都上升 然后只是股价一直下跌的情况之下 我大股东也卖股票哦他的啊情况是蛮多所以问我是什么原因 我很难达到你我只是看得到很表面东西我们看不到 很里面东西我们的这个大类知道 这个安不安全啊我们看了你技术衡量他是不是啊 开始有那个反弹的信号回转的信号那我们就开始可以慢慢加加码 如果啊看判断错误但是他的我们还是对他乐观的话 我们就一直在啊低处那边特定的价位那边慢慢加那边累积累积 这个就是啊 配合了那个技术分析跟基本分析一起来操作 会减少你的亏损很多的原因就是这样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蛮简单这个是基报来的 你看OK Quarter Report Quarter Report就是基报 OK 在Eno Report方面他就 做到很好 我们直接可以拿了 你看一下这里dividend chart那边过往的dividend是蛮高 直到了啊 在2014跟2015 基本上已经是一样了 没有什么分别了 然后他的dividend也是你可以看一下这边这里 他dividend%是4%的话这个4%是跟着 啊 或者是应该是4% 啊对4%4%是跟着什么了我们可以看一下 OK这里那边写 所以没有写这个4%是跟着他的8v6 OK 这个8v6我们要去看一下很多人啊 看好这个股英文管理程式很好 不过你要忘啊 不要跟这些股谈恋爱 我们要很现实我们看得到这里他的业绩的确是下降了的 所以那很多人会啊 不会 打算长期 知道长期哦 3块钱买入跟1块钱买入的那个差别是很大的 因为你是已经是啊 损失67% 人家1块钱买入的话 然后 升到3块的话 同一同样的交易 人家是赚了 200%净赚 而你是没有亏损 没有赚 那么也是赚给你的时间成本 要在 长期投资 是不是不可以我们要啊跟着这些东西啊 衡量 也是时不时的就去啊 那种我们所说的 就这些看这些啊 更新这些东西啊 这东西是蛮必要要 很清楚 就是这就是我们我 我所要讲的强调的 检讨东西 很多人没有做些这些东西 就好像我们要跟风都好 我们也是需要自己去验证也是检讨这些东西看是对还是不对 也不能盲目的跟风 人家讲的东西很多意见那边好像我这里跟你讲的 罗友 有放一些 数据实际上给你们看的道路 然后也有讲一些意见 毕竟 这些意见是避免不了 他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 所以在股市方面 没有任何的是永远都是对的 或许今天我对了 然后下一天 我也会错了 在同时啊 我也很感谢你们观察啊 观看我的这个 这个video还有subscribe我的video 毕竟啊 你们也是相信我的能力 那么你们才会 这样来看我的 这个 这个video OK 那么这里我就讲好 他关于那个 检讨的东西 然后我也是给你顺便看着 他的联包 因为这个最近 啊 走到蛮多东西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走势 走势方面 现在走势变得很快 OK 当初我们 看到的是 建筑股是起车 不过建筑股还好 还 还在调整着 我们可以看到 至少我们可以看得到很明显 是空城 的确是 进行着 这是地点 你可以去 Kao那边附近 好像那个 Bukit Bintang附近那边 嘴左 你看到蛮多 好像有 我还看到很明显 在那边 然后在 PJ 啊 就是 啊 Mick Centrum PJ 好像是 在 阿麻达 Hotel附近那边 是那边发展到蛮厉害 一下的 变成 一个 你可以看一下那边有 MRCB啊 WCT啊 他们在 合作 作建着 那些东西 他的那些工程是在 不停的走着 所以 建筑股那边 我可以看得到的 这些东西 很明显 然后他的竞争条件是基建方面是很明显在走着的 然后基建那边啊 用到蛮多钢铁钢铁那边很多人已经讲到了啊 所以走下坡事实上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建筑行业我当我爸爸当初是从事建筑行业的 所以大概会了解一下然后弟弟现在也是有啊 做那个 啊 建工就是那个Superweiser在 ISP10店那边大概也是知道 啊那些铁铁铁钢铁 linking 巨木你们大家有被逼要去 买跟那些走私那边买 因为 没有货 也是有发生过 怎样都好 现在我们的现在政府已经不像之前的上一任的那首相 上一任的首相 比较注重那些 佟什么东西 结果 很多人提到睡觉 然后建筑也没有发展 这个没有发展 然后现在的 换区上面的人他们就比较促进你发展 然后GSD那边我终于知道他们用什么 原来是用在这些机舰方面 说实在大马要好的话他们我们的机舰 尤其是那些MRT的鞋子要足够 然后 车要减少 然后因为骰车时间会 很麻烦 再加上我们的交通 那些交通工具很不方便了 连接看不到 他那边有很好但是没有连接点我们看不到 然后德斯斯基很烂这个东西蛮多了 这东西要慢慢的 检讨 我们 看下所有走势刚才已经探讨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 建筑银银铁 在这里有慢慢进出来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是一如一往的也是要看的就是 撒车大东西是怎样走的 在这方面我相信是有一些问题 OK 对是有一些问题 在 在 在 他的那个 chartness那边 OK 也有可能我需要他 OK需要 需要更改一下 这边updating看一下 他们 很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的这些东西是不应该发生的 低级问题来的 OK 在这边应该是一个 硬啊 主要不好意思直接是对的 OK 这个是 昨天的 这是今天的 这他 在改搞错了这边 他少了一些东西OK 大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好像是如果是看到两个羊主的话基本上 底部是在那边不远了 OK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这个图也是有问题我在没有办法之下是我也有去 为我通常会方便的话是我通常直接是有自己去 啊 save下的网址了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比较正确的 这里蛮可惜的就是啊 那个 chartness有时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这也是蛮可悲一下给的钱了还是这样烂 OK这个还是正确真正实OK他是少了这个5月5号 5月5号那边你看一下啊太好我是在这里5月4号的时候 我买进他的一个 corpor然后我在 前天了 还是昨天应该是昨天昨天卖出来之后我就没有知那个应该是赚2b的价钱了 OK不过卖不是卖很多卖很少就是这样炒作炒作一下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啊可以感觉 几乎好像他的那个下跌的幅度好像是越来越低然后他的那个反弹回弹的 那个幅度还是越高 然后我们看了那个打算我们看着你给方面你给方面我们要看的话我们直接按下去可以看的 OK等一下那边那么在这里我们再 换去把它换去 candlestick然后 然后可以看 之一本上还好还好 OK 看了这个之后 我希望他的 fbm 其实还好啊 这些是 本来有的指数 在fbm 其实方面 上面就是70大股那边我们可以看到是三个羊蜡烛那边 三个羊蜡烛那边在底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应该是 还是两个锤子发生发现在这边 还没有是反弹反弹的话那么 也就是一个确定在上面的话这里他应该是要开始在想上了 熊市会不会到来我看到目前为止这个应该 没有这么快到来的 OK OK 在这边我们看这个也是同样的三个羊蜡 OK在这里这个 当初有讲过的这个关口这边 OK 的确是碰了这个之后啊然后他就开始啊 调整过 你可以检查回我以前的videos 要留意这个 这个gap 正下已经是feel了gap这里有跳跳高 缺口是也是gap那边这里的gap到吗 也已经是 填满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他会不会再有一个力道赛上升着 我们如果要看为什么要这样 这样清楚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底部是 他底部是越来越高的 那这里才是值得注意的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底部如果是没有在 更低的话那么这些是可以看到一个机会的 所以什么我当初讲两天没有交易啊然后要寻找这个 然后这是因为我有 探讨到这个走势 蛮不错 这fbm small caps就是 排除了100大股 就是刚才那个fbm给了38股 跟fbm70 就是78股 这70加起来就100个股里面 在马来西亚有900多个股 那么这个fbm small caps就是 会比较正确一点 我们可以看他的走势是怎样 所以我们要探讨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他走势是这样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的产业的股那边是怎样 产业股也同样的呈现了这个 这两个我们可以讲是他开始投跑的那现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 当然他创业版的时候他上升不多的话 最的确很大明显他是在 基本上好像是在底部的 在创业版那边我们看到那些 他的那些 股票是上升的话 可以去留意留意一下 尤其是创业版那边 在那边我们就看一下创业版不是很多 创业版方面当然我也是有做了一些东西 这里是全部是 X market的股 对很多我们可以看一下有 Consumer的只有几个 Finance Industry Industry product Technology Threading service 应该是只有这个 5个版本吧然后其他我们就在这边 这些每个去看他的那些走势去研究一下 不过extreme方面我们要排除掉啊因为extreme方面和那个 那个啊 所谓的手套行业 很 紧紧相关了在这样情况之下是 这个 我们就不好去看他了最 就算是在上市我们也不要去看了因为蛮危险一下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已经是可以看到他的走势是哪里 这里这个 如果要进行 短期操作的话这个是首选 Ace market穿越版那边当然也是要 要小心 不要太不担心 大概是5到10% 或者最多是20% OK 两个星期里面没有看到有什么 就要立刻砍 如果是还没到看到他的趋势是转下的时候 也是要立刻 离场 这东西就是他的策略 那么我们看了这些之后 我们就当然是要看 其他国家的 种子的对吗 那些 指数 我们就看 先看 Touching average OK 这个Touching Industry OK 你们可以按下 这里是蛮健康的 不过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还没有低过这个低 这里是形成了 第一波上升 这里是调整 不好他 开始 我们看到反弹上去的时候 他们刚才是 其中 第二波上升 波波段了 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啊 你过来看 这里的确是 最低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但是我们也是可以开始留意一下他的走势在这边如果还没有在乡下的话是我们就可以啊 大大大胆的去开始布局进 啊做中期的操作了长期就不大鼓励因为长期 啊目前不是很适合时机 除非你还清楚知道你不怕 你低加低啊进入 看了这个之后我们就看这个这个应该是德国的话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情况 那么我们看下来是 啊他们的结束是明 明天不过现在也是12点了到明天啊就是要到 7点8点的时候才可以知道这个东西 ok 这个应该也是这个才是德国 ok 那么在这边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当然也是要看 啊 香港 香港方面 下跌到蛮厉害一些我这边 在这里这段时间里我们买他的华人在这边啊也就是 昨天要是前天我们收割的话也是蛮大 这不过这种局势方面你要小心我们卡也是可以开始留意他的走势 如果没有什么那些啊 新闻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买他的 扣 华人那边 ok 不过这个 真的很难操作因为这个他的波动很大很快 ok 然后他也有缺点在新加坡方面很高兴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新加坡方面更新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我们的那种 spinning talk ok 如果在说一个羊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叫做morning star morning star不过这里有一个gap 这个fuel的gap 还才会下跌 ok很可惜没有亮我们不能分啊 看了这里这个还有这个这个gap还没有fuel up ok 也就是还没有填填了这边 ok 你看得到是蛮高蛮多 跳那个跳高天最后正一个正一个 ok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了 啊 新加坡之后就看台湾台湾方面就一直下跌 台湾股市就看到这种五 连跌了情况之下就不大鼓励进场 如果你有台湾股的话了 ok 那么我们看 啊 nextap应该是没有什么 分别 next next 就是日本 日本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是 这样开始 开始 很低了 在这里还蛮会被反到我们就 拭目以待不过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然后这个美国s&p500那边也是同样的和那个 啊 道者 那边一样的我们通常是拿s&p来作作参考比较准确 最一个当然就是看我们的那个中国方面中国方面那边他就是 上海啊 只是那边他你看大跌 因为在文体方面我们这里不排除还是在走啊 塞位也就是很白 很白的情况之下我们 就是啊看他跌到这里支撑点的话没跌破的话我们可以进去 然后看他没有突破那个 啊 所谓的 主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卖出 我这个 这个上海 index 啊 很可惜我们的不是那个什么他是 是china fifty 那个是看 啊他的 期货方面 反反应蛮快的在在我们马来西亚 相信不是很多人敢 操作因为 我们要时不时看的时候 要比他的那个电那边还快 ok所以需要至少两架 一架是 这里这样给你这个荧幕是给你看 啊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啊我们的那个交易平台里面的成交 做单的另外一个 平 另外一个模拟的 可以是给你看他的走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操作至少两个 两个模拟的我们才可以啊 去操作那个 行星的不然的话你会很辛苦 你这样把这里分开一半的话是蛮辛苦一下了 因为他很多东西是变小了 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要maximize 然后开两个模拟的 然后拿去 如果是laptop 我们也是可以 去另外一边 这个不是很难的setting那边 ok 只一个setting 罢了 在这里我们看完了这些走势之外 这些大概 啊 是 大趋势方面 这些大趋势 可以给你们知道我们 目前为止是安不安全方面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这个换一下 不是我index ok 换去 at klse 这个换去index construction那边 ok construction方面你可以看一下还是没有在底了在这里 ok 呈现了这两个 不上不下那边可以讲是在调整是他们 呃后续有来我可以看相信这个是蛮不错的 蛮有钱人可以赚蛮多钱的这个 去可以开始去 累积一下 我是在 他大跌的时候不停的操作赚一些钱 或者是减低我的成本价 没有成本价啊 不小心买到太高了 然后画的有些东西也是太急 因为我知道 很大的盈利在那边因为我计算的时候 蛮蛮不错一下的 就算在这个程度这个这个时间你点那边 就是在4月18号 或者是在这天还是这一天就是 5月3号是最低5月3号进场的是蛮不错 至少 亚想说是 10%以上的盈利 ok 很可惜我没有做另外一个东西也就是 那看那个什么 他的那钢铁骨那边所以钢铁骨方面也有蛮多 好像andju是 其中一个andju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里哦 他在这里 可以啊可以假设 也是开始在做第2波 他这里是中了一月面之后啊我大概是在这一天也是这一天啊 1.21的时候除完了 ok 那没慢慢出因为 我看到他还没有 我相信还可以低 我倒是希望他可以跌到1.04 或者是1.08 1.06也是好 因为我进场是在1.06的价钱 在1.06的时候进场 那么 我就啊已经是 更加低了 我已经是赚了 1.21 大概是平均1.18 1.18 点掉1点 也就是赚了12分 11分 也就是 这一脚前的那个 啊 警力都收在里面如果是他再跌去1.06的话 我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还会进轨一去哦可以看老师跟你讲 不过目前为止只是观看下他会怎样 如果到1.06的时候还在下跌我当然也是会等的很耐心的 这边我们没有看到特别东西因为你看这里的量还是下下跌所以这下跌也是很正常 当他量开始上升的时候还在下跌那么我们就可以留意了 这才是我们的那些看他趋势的那个技巧 OK 再另外一个 啊 他的那股就是这些 这个也是同样的 OK也是在下跌是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 只有只能光芒不要在 喷这些东西 就看到他突然间啊 开始量来的时候我们开 啊 也不需要急着嘴因为量来的时候他也是会调整的 所以是肯定是有机会给我们进的 这些东西就是可以不用这样急着进场 啊不然的话 一进的时候他跌跌跌跌然后 你心里啊承受不了那种亏神的话你不小心做的 高卖低卖如果是啊卖空的话你就可以啊赚钱但是你是 你不是卖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唯有等他 啊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这种量来了之后 然后等他跌然后看到这一天的时候我们才进场OK 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所要讲的 他另外一刻是还在那边啊当初也是有讲过的 这个还在呈现着上升趋势 蛮不错一下的OK 虽然还真的有大跌不过他的大跌啊 大了 可以看到他整整体还是向上 他还没看我还到目前没看到他在回调着 这个 只是 啊左手和右手可以讲是然后也是欺骗那些什么在这边啊 这边招叫进场啊丢票啊在这边如果在这边他在啊调整了这下 那么就是回调 回调的时候就等他反弹才进场是会 比较好一点的 啊OK 这些是三个啊 而钢铁业有关的 我就跟你谈判解一下 那龙头老大就是 卡姆达那个趋势方面 我们看一下卡姆达方面 卡姆达方面就是我所说在这里5月3号是最低的OK 这里所谓的5月3号最低点啊 我所强调的是我们要买的是他的那些 啊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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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便宜好像是去到 啊 W1看下W1啊 OK 卡姆达W1 最便宜去到是 0.945 OK 0.945 应该是最低的 在0.945的时候你看 比他那个 刚刚上市的时候 那时还追 那些人啊在一块多是一直追 在这段我都不急着追啊 他看慢慢我是带1.02开始进场 然后0.99开始进 之后我就没有再进啊 大概有 1,000Lock在我手上那边就是慢慢等待一下 平均债也是蛮高一下这一块钱以上OK 在这样的情况就看 长期起来的话是不错的机会这个OK 市面上边他们呢跟你讲那些什么 看那个 RSI 实际上我们 不大需要看RSI 我们知道这个公司 他是稳赚着钱的 然后他的工程是不停的 是来着 然后他 3年到15年都不怕 那些工程也是蛮长一下的 也是 蛮好赚 OK 赚付 我相信是蛮大一下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WCT 当然 在建筑股行业的基本上很多都是蛮好赚 这里他 形成的那个所谓的卡的时候呢 这里还没有反弹 然后跌爆他跌回他最低点这边这个这个卡那边OK 然后他才在那边做这个装也是蛮对话 图一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然后当你买了之后这些你清楚了解他的 基本 基本就是他的那个前景 很有作为的时候是 他爆发是迟早的事 如果你要操作那些平单方面就 来我课程我会跟你讲到比较 仔细一点 不过那个不是入门客入门客 你要问的时候我或许会也是会跟你回答你 要怎样操作这些方式的话 嗯 我之前也是有间接 讲解过 但是也是很多招数要怎样的 这种快进快出为什么我可以 赚到一笔就 啊就就算我的那时间蛮高 还是可以逃脱 现在啊 他一笔的那个成本就是上赚 蛮大一下 我就是这些就是他平单 然后你进错的话你亏损蛮厉害 就好像最好的比喻 比喻就是我在这个 这里那边我跟你讲他这样上下的时候啊 在过往的两个月里面 你善用桌他的那个他的波段的话是 你至少可以赚 八尺来回 ok 有一些是今天买今天卖的 有一些是 三天里面出货一些是五天 然后一些是两个星期 还有一些最厉害的就是 拜五买拜一卖就是一天的交易的 不过还是经过三天的就是因为拜礼拜礼拜礼拜没有啊开始开始了 然后 很可惜的我目前为止没有看过一个这个更好了因为这个你看一下这里 这里就是我所谓的那边因为他的那个教育是蛮低的在这里我就成功的赚得到 在这一天 就是这一天啊 ok 这个是我排在那边给 人吃的 这个我不懂 我们有注意留 仔细的留意啊 是 平单发行张吃还是 其他商务吃 很多人就是在卖高 当这个你看得到还是跌到差不多的时候是 啊 才卖进去 这个股也是要到齐了哈 是这五月所以我不会鼓励你进这个因为 啊就算是我也没有什么看了 因为这个他的危险是蛮高 那是 今天 有人进到7分那个好像是人家丢了 然后你看一下人家操作错了 他们是高卖低卖 就是buy high 销了 也就是那应该是排在0.7分然后 卖在0.075 就是一笔 价位那么你还是有赚蛮多一下的 在这样的情况这种最容易我看好了这个 啊平单了他最容易出货的 那个 输入是500了 所以我在这里我是操作100200最多好像是买了365就丢完了 啊就这样慢慢操作操作一下然后总共坐在这里我就赚了大概 1000 左右 也就是 可以看一下在 这边 OK 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我的那个 是赚了整千多 OK 这也是 我 这里我自己做的交易户口那边就是来给人家看的 因为这些也是来操作给自己训练一下然后还有一些东西 我之所以没看来这里看一下这里是一轮 OK 两轮 三轮 清楚三轮了 OK还有几轮我是 给人家 然后教人家怎样操作 他们了解一下 OK 这样这样的交易那边是蛮不错 但是这里 所以啊我是有这个工具帮助之下那么我才知道我是赚多少一买的时候就知道OK 在这样的情况啊 我就 不怕了 OK 在趋势方面我就讲解到蛮多了一下 OK 不好意思不是趋势是走势 走势就是这样 OK 然后检讨我相信有了这个 分享之后你应该会 大概了解自己要做什么东西 走势方面当然你可以看到到做的东西是不简单 我直接跟你这样讲的话也是 不用了不少时间 毕竟我 很清楚了解这些东西 所以我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做出来 OK 然后 至于户口方面呢 这里的户口就是所谓的交易户口 所以交易户口方面是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像这里 我所打出来的我都 可以有门路 开户口的情况下 不需要给任何一分钱 好像普通人去找那些 什么 那些 经济啊 经济啊 就是我所谓的 连买的时候是 连买的时候是 他们需要给 10块6 原本是以前是开一个户口 要给10块 现在讲了 GSD 10块6 OK 就10块6 这10块6 我也可以为了你省下来 当然 这个只是我是为了我学生的 啊 复利一个复利来 因为 我有 慢慢的去接触 蛮多人一下 一些人啊 在我的 面子书方面 然后还没有真正的 碰面 美国 他们有这样的那种耐心 然后 蛮多啊 这里很多 那些 就是 MAYBANK 红用BANK CIMB PAPBANK NBANK RHP BANK AFFIN MELACO SECURITY ALLIANCE KUNAGA 还有 还有很多很多 至于为什么我认识这样多这些啊 经济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为了 要啊 开测一个啊 所谓的好像是那种交易 是来 交易 不排除我会真的需要这么多个这种 啊 交易户口来做交易 当资金太过大的时候是 不大鼓励放在其中一个交易户口 因为他打币的时候是 这等等够利 因为在PIDM的管制下我不懂还 这是不是25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最多每个户口最多应该是 到真的需要这么多时候 我身家应该是蛮蛮夸张一下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些交易户口 每个 都有他们的 啊 强项 有一些是他们有跟 啊 Channess合作 Equity Tracker合作 不过基本上他们两个 一个就是不是 Eforce的平台就是 或者是end to end的平台 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 啊 要探讨一下哪个比较好 在江波银 这个 里面是最方便转账的是 Maybank 可以讲是 最低水钱的 是end bank 不过这个end bank 他是 你要小心 他的交易费是0.1% 所以他才慢慢 他才过不几个星期才回购给你 他不是跟你算是0.03% 这你要清楚记得他的 我是讲这个end bank 他们的是 这个0.03%的 水钱是 cash account 靠来的 OK这里我们 要要担心一下 还有一个 啊 比较好的就是 那个security 0.05% 这个是 啊 cash alpha 然后他也是有 combine 起来 不过这个 还有人讲他是 没有 啊 受那个 MI 啊 PID 承认的 所以你的资金 在里面哦 也是要小心了 OK 在公司倒闭的情况 我们 就会有损失 这个就是 风险 了解这些之后 我只放 这个最适合 做 啊 我们的所谓的那种 超 短期操作的 误告 好这个也是 这可能跟那边啊 继续上次去聚会的时候 也是检查了解到有 管账的误告 蛮不错一下 这两个是 我会建议你去做 短期操作 是用这两个 Google OK 如果你 比较擅长做 短期的话 至于 Extern Margin 收发 就是 啊 这个还是留在课程那边讲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要 达到 我这个 这个这个人脉的话是 开始真的是没有免费的 因为 我是 有跟他们 私下做一些 东西就是 我帮他们打一下广告 所以他们才会 乐意给免费 的 那个 开户口 也就是经过我 所介绍的人 也就是经过我 但是 如果我没有讲 没有 跟他讲过的话是 你不是我 学生之类的话 也是没有用的 这个真的是要 我只是刚才讲 我承认 只 只要他们 把他们 虧死 不每个人他看到这个 video 然后1000个人放我这个名过去的话 哇 不过不是那个人 我不会跟你讲是谁了 我是有相关的那个 这些人卖方面 所以 开户口没有什么问题 OK 这些 开户 不是免费 可以得到 但是 这个是一种 付利的 OK 也就是需要你慢慢的 去 build up 然后 开始时候真的是 不需要很多了 你只要找那些 比较简单 哦 比如说这个 123 这个6个 这个7个bank OK 正确来讲我该要这样放 OK 我应该要这样放啊 也就是 我们看到了这里的OK 这里哪一间 靠近你的你就去 妹妹 会比较特殊一点 妹妹他是有的 呃 好像是在班上 不是 然后清楚知道一个是 网友没有 一个是在那什么 一个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 也要 也是可以进行 网友那边 然后看一下他 他会 你可以那边邀请 我要去哪里 最近的 你可以去问他们的 customer relationship 那边就是 help care 那些 center就是 去 询问一下那些东西呀 阿非没有记错应该是可以 直接 在那个银行开 mbank是可以的 啊 rhb现在也是可以哦 旁边bank是可以的 cmb方面这个 啊 你要看的一些是完全不知道 因为股票方面很多都猛叉叉了 对他讲什么还不知道 ok在这里我已经是讲完的三是三个 ok原本我我这个星期 5月8号是有课程不过游泳的 书 就是啊 我看联邦看太多看到 5月9号跟5月8号看错了 所以跟 相关人员那边讲啊 5月9号 呵 然后看 就看到在 在确认 确定 确定一下 之后才发 oh shit 现在是 啊 5月8号才我讲错了 啊 应该是5月8号 然后他把 安排了5月9号 所以5月9号我要取消了 5月8号 也要顺带去取消 因为找不到场地 ok 因为我 目前为止 只有 三个场地可以用 很可惜 这三个场地也是 蛮人的 这个就是 短期里面跟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啊 好像 现在开始我就要布局6月的那个课程方面了 啊 所以这一天 报名的那些人是我会把自动放去这边 或者是6月课程 6月我说说6月课程会起下 不过这些人在这里已经是给了钱了的话 那么没办法在6月的时候我就给他们 直接上同样东西 这里我也是会 为的 显示我的那些 诚意 也会 啊 寄一些东西给他们的需要他们能 量解一下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 预计不到的东西 也多的这样我会多了一些时间去看多一点年报 在这5月22号的时候我就可以 讲解比较多关于 故事的走势 因为你看一下那年报啊 看里面都看到很难了一下 ok 这里你可以看一下 ok 15个page的话 这里总共有 445个年报需要看 还有再买那些记报之类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下 看得到我 需要蛮多时间去 理解一下这东西 在 5月22号的时候 啊 也就是 去按下 看一下 ok 在检讨目前的走势方面呢 我会 啊 塞进去 我在 啊 脸报那边看到的什么东西 不过真的 蛮多东西看 原本是 6月的时候才 比较忙一点 不过现在提前了两个月 啊 他的大记报真的是提前出了14个月时间里 也不排除他的那个 啊 不过高报也是刚才呢 讲是联报 他联报有6个月变成4个月 除以 也是 啊 他的财报 那个financial year end 是在12月 啊 时候 那么他6月他就要出一个 联报 也是 不过现在变成4月 这里他的转变那边 我也说那逢 不排除他的记报是会在 啊 少过两个月 这个时间处 就是一个月最快应该是一个月 也是一些公司可以做到 还有一些公司是 特地投了两个月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也不排除啊 他的那种 高峰期啊 看高 那个记报高峰期更改一下 在这里面5月的时候也是高峰期 所以我这个月 从4月到5月的时候是 满满一个满满 充施的 月份来的 是需要蛮多时间去 看这些他的这些东西啊 里面也没有透露一些东西 像这些 比较乐观的就 啊 没有什么好看 看讨啊 好像 这个有两个 有一个是 Chairman message 跟 CEO message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真的有讲的 这里 OK 在2015年是很多公司啊 Messish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就是 被收购跟 统用 横化就是 很多收购活动 采取 而且在这些 情况之下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慢慢 不用几次进去 啊 终于这些下跌的趋势 这里 很明显一个趋势 可以看到啊 他们是一个在 很限量的 年份里面 在这里 强者 只会生存 也别忘记 啊 没有一个 所谓的 大不了 打公司 在 啊 全世界那边 真是趋势 真是历经的 里面那边 会有高峰 也是有低潮 这好像 罗卡这些 巨人还有那个 叫做什么了啊 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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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谷歌问一下谷歌谷歌大神他们是怎样的 OK 这边我可以看到然后 是那个 CEO方面 是蛮的关一下的讲到 然后我们 没有我们是以很中和中立的角度来看似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 看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到 不是一个时机可以去累积这些 然后也是要探讨不时的更新如果你有先去要 要进 据成立为长级潮州的话 这点要小心了 因为他在下跌的趋势也不排除他需要一笔钱 在这整顿他的整个业绩 不以这你还看得到好的 联邦那边他们 不排除会收购公司 我们也是看看他目前也有蛮多公司一下 这个联邦那边 OK 是4月10多号出来的联邦来的 有计算也是4月13号 OK在这边我们看一下我在Gtronic方面 他的公司方面就是这里啊 OK Gtronic technology不好了是有这里12345678 8个 Ngk Gtronic technology 21 Celemic Peace P Manifact 这里你看 这个已经是多吗已经是没有 啊 没有做什么东西了 OK 他有100%股份 他有100%股份那么你看一下这些东西OK 也就是8000公司里面只有整整 实际上的期间 还会最多一点我们就拭目以待了OK 然后当然还要看他有没有那个 D的话我我们就直接通常是直接拿到这边来了 List of property OK直接拿着Celemic那边 笔记那边就是 复书 就是not 可以看在这边他的价值是多少的 这里是可以看他真是 贝平城那边有地 3个大陆一山这里也是有一苏 Sunaway巴鲁OK 这个是工业D来的 OK 然后这也是在PJOK Sunaway那边 然后他有跟你讲 Untel acquisition也就是 拥有的时候在这 就是可以看到他的 公司是原置在冰城方面 90年已经有了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1 2 3 4 5块5个5个产业 然后 Binlang有3个OK 最刚刚进来的可以讲是 刚刚进来这里两个 也就是雪兰的PJ在PJ来带 2006 2009年 这东西我们都要 跟着然后你看一下这里 3后跟这个 这个也是要注意如果他到期的时候 刚好也是到了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剩下多少年了OK 我们需要 你刚才知道 2100年 如果他到那一年的时候 或者是会给人家收掉 或者是要给 有额外 有额外 这些也是要留意一下 这些费用那边 如果你要做到长期投资的话 你就要去研究 跟进这些东西 所以长期工 研究 他短期 中期操作 中期操作方面 很大分别 长期操作 我们只知道 到目前 可能是一年探讨 两次 OK 中期操作 可能一年探讨 四次 就是每个季报 我们就跟进 短期操作 几乎是 每一天 都要更新 这里就是 他最大问题 很多人 以短期的 他们 他们操作方式是短期 但是没有做 他们应该做东西 就是短期操作是 几乎上是每天都需要跟进 或者更改一些东西的 然后他们讲没有时间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你们就 就 他们应该就更改 那个策略 投资策略为中期 或者长期 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时间 去做功课 就不需要 这么长 OK 这就是 最大的 最大问题 就是在这边 所以很多人亏钱 都是这个原因 OK 今天我就 没有 放下那个链接 如果你有心的话 你可以找到我的 我的那个链接 然后也是可以 报名 那么讲了 这样多之外 OK 希望这三个真的是 可以帮助到你 很多 了解到 应该要怎样做 就是这么多 谢谢观察